挂起象征吉祥的百步蛇和太阳神画像 主记者迎送祷文 谢天并祈求来民丰收与平安 祖中勇士跳过火堆 象征驱除邪魔妖灵及不吉祥事物 由于卢海族以小米为主要农作 因此在每年八月左右 会借着收获祭让土地休息 也借此为个人家族士族部落举行各种祭仪 卢海族人口数目前约有一万两千多人 居住于中央山脉北面两侧的山区 位于屏东县雾台乡 高雄市茂林区 台东县悲南乡等地 传说卢海族的祖先自台东靠海的某个大转弯处靠着灵犬云豹领路 与大观旧在空中的引导 翻山越岭来到古兹本压干了 因此卢海族有云豹故乡之称 卢海族的社会阶级分为当家头目 贵族 士 平民等四级 并由长子或长女四成 在传统住屋 石板屋内 为显示当家头目的身份地位与权利 家世较为讲究 住屋以外设有聚会广场 祖灵住 神龛等木制或石制的各式雕饰 卢海族有非常特别的习俗 就是佩戴百合花式 作为女子对生命纯洁的持守 与男子勇气胆势过人的象征 卢海族在原始艺术的表现上 手工细腻精致 如竹篮 月桃夜席 木头雕刻 及石板浮雕等 此外 百步蛇纹与图像 对卢海族人而言 象征年长的祖先化身 也意味着 卢海族是百步蛇的后裔 字幕真正確堂 谢谢和胆怜 div富之ığ 幸福